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方队乌军援不断 俄美指出乌境内已成西方武器试验场 2022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10号开幕 中美防长的出席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0号 俄乌战士进入第107天 双发在顿巴斯地区的基站是仍在继续 前线炮火连天 战况异常激烈 乌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目前战局形势严峻 乌军每天有约100名士兵阵亡 500名士兵受伤 乌军急需各种重型武器装备 俄军仍在几个方向通过优势兵力向前推进 乌通社称 在卢干斯克 北顿涅茨克市仍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格军继续对北顿涅茨克 利西昌斯克等地区发动炮击 在顿涅茨克 整个前线都在进行激烈战斗 巴赫木特等地区遭到炮火打击 泽连斯基9号在视频讲话中说 当前战局的焦点仍然是北顿涅茨克 利西昌斯克和波帕斯纳亚 格军正在向顿巴斯和赫尔松地区部署更多部队 顿涅茨克武装则表示 斯拉维扬斯克的战斗已经开始 顿巴斯多地战斗激烈 前线炮火连天 这是俄罗斯第一频道9号在利西昌斯克以南的空中 拍摄到的前线战况 乌军藏匿在托什科夫卡村郊区的住宅楼之间 卢干斯克武装和俄军对其进行强攻 在位于利西昌斯克和戈尔斯科耶的 两支乌军武装部队之间的道路 被卢干斯克炮兵封锁 乌军为避免落入包围圈 正紧紧抓住托什科夫卡村的郊区不放 这里有许多桶子楼方便其隐蔽 可以看到乌克兰坦克进入火力阵地 阵地就藏在居民楼后面 炮击结束后 坦克退回 卢干斯克武装为诱敌上钩 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乌军坦克见此再次驶上公路 此时 一台卢干斯克武装的坦克 突然从森林里驶出对乌克兰坦克发起打击 卢干斯克武装的一支分队 悄悄靠近五层楼房 乌军把居民赶走 将这里变成了设防区 每个单元楼里都有火力点 乌军就在这些火力点之间来回跑动 卢干斯克武装用MP-12花剑反坦克炮 从一公里外直接瞄准目标进行打击 再有西方武器的乌军装甲车 静止驶向卢干斯克武装的阵地 并在途中突然发生爆炸 爆炸发生后 俄媒还拍摄到乌军人员迅速撤离现场的画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称 北对涅茨克的巷战仍然在持续 乌总统泽连斯基8号说 北对涅茨克将决定顿巴斯的命运 半岛电视台9号援引卢干斯克军事行政长官盖黛的话称 西方的远程火炮将使乌克兰能够击退俄罗斯军队 并在几天内收复北对涅茨克 这主要是重要的 因为他们在关注自己的力量 这已经是一个狠狠的战斗 在这几个星期间 他们有状态的报告 谁是在阵队 谁是在阵队 但现在看起来 俄罗斯人的右手 那这个乌克兰 从1加1电视台9号报道 最近几天乌克兰军队 从尼古拉耶夫向赫尔松推进 在尼古拉耶夫前线 乌军向南移动的速度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但最近几周 已经向被俄军控制的赫尔松 更近了几公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 自今年2月以来 位于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 一直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但乌军方最近几周 加强了对俄罗斯 在赫尔松地区阵地的反击 在距离乌军新阵地 几公里的地方 高质量协调监视系统正在工作 在这里M777美国榴弹炮 击中了俄军装甲车目标 普京说北方战争21年 这回也落在我们身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 在参观纪念彼得大帝 诞辰350周年的特展上表示 彼得大帝在长达21年的 北方战争中收回了领土 这样的事情也落到了我们身上 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多个军事目标 俄国防部当天还发布了 飓风火箭炮夜间作战 打击乌军阵地的画面 俄罗斯飓风火箭炮 是一款220毫米口径的 重型多管火箭炮 战斗全重20吨 一次全面骑射 可将16枚火箭弹 在9至20秒内全部发射出去 画面中三发爆破弹 正对15公里之外的 指定坐标位置进行骑射 间隔约1分半左右 再次对另一个距离为 11公里的区域实施打击 天空中不断出现移动的亮点 是乌军无人机 火箭炮昼夜作战 就在三小时前 日班班组将战车转移到掩体中 将其交给夜班炮手 火箭炮兵长米哈伊尔说 乌克兰部队会躲藏在居民点内 从那里胡乱地猛烈射击 报道称 飓风班组有时候 在一昼夜内 变换射击点的次数 能达到10次 乌军备要于北约看齐 德国获令基辅失望 乌国防部长列斯尼科夫9号说 乌军已开始在前线 使用波兰制造的螃蟹自行火炮 这是乌军设法获得的 第五种155毫米口径火炮 目前乌军在军备目标上 已经发生了观念上的关键转变 认识到在与俄军作战过程中 仅依靠苏式武器是失败的策略 而且这种武器的库存正在枯竭 因此在重型武器上 乌武装部队正在转变为北约标准 一些现有的苏式口径火炮 将完全替换为 北约国家常见的火炮平台 他说乌方的下一阶段目标 是获得足够数量的 北约制式多管火箭炮 同时乌克兰还需要 数百辆重型装甲车 以及可以重夺制空权的 作战飞机和防空导弹系统 英国独立报网站说 新的情报显示 乌克兰军队蒙受了巨大损失 因为俄罗斯军队的火炮数量 是他们的20倍 弹药数量是他们的40倍 这一新情报可以描绘出 前线的残酷冲楼 随着大量西方原乌武器 抵达战场 俄罗斯军队开始采用 更加谨慎的行动 担心遭到乌克兰步兵 用反坦克和防空武器攻击 装甲运兵车和标枪导弹的 游击战正在向坦克 榴弹炮和导弹大战转变 但俄美指出 乌克兰接收的这些西方武器中 德国的火箭发射器 与美国和英国的弹药 并不兼容 万国牌武器在乌战场上 大多是搁置状态 和国家台称 这段四秒钟的视频 是目前西方许诺 向基辅提供的 M270多管火箭炮的 唯一一次亮相 不过它并没有出现在乌克兰 而是出现在波兰边境的 某个地方 这显然不是德国装备 柏林方面给基辅 带来了坏消息 武器供应至少推迟了 在德国军队中 M270多管火箭炮 被称为火星型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两者的不同之处 不仅在于名称 还在于系统的程序编排 报道称 柏林现在不会将 这些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转交给基辅 软件需要事先重新编程 否则德国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与美国和英国的弹药 并不兼容 但乌克兰大量拥有的 正是该类型弹药 在最坏的情况下 问题的解决需要述远 俄媒称 德国的这些举动 被视为分裂欧盟 乌总统办公室顾问认为 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比预期的要弱 尤其是在德国计划 为本国军队投入 1000亿欧元的背景下 德国武装起来 是想针对俄罗斯 还是针对我们 我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会武装起来 不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 华盛顿 已经因为过度用力 而精疲力竭 美国媒体称 美军三分之一的标枪 已经用完 几个月后 美国防部将无法 在不消耗自己储备的情况下 向乌克兰供应新的标枪 此外 独自的库存 也将在今年年底之前耗尽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在对顿巴斯局势 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 认为乌克兰已经 或即将耗尽苏制弹药 俄媒分析 这也许就是乌军转变军备思路 改为北约通用标准武器的 背后原因 乌克兰就像是一个 吞噬武器的黑洞 许多武器在这里进入黑市 而后不知道 会在什么地方浮出水面 这也是基辅方面 无穷尽的索要新武器的原因 俄外长拉夫罗夫9号表示 西方必须意识到 纵容基辅的军国主义倾向 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надеюсь что украинцы перестанут опять искать выход в требованиях к западу вооружить их до зубов включая поставку тех самых противокораб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которыми как заявляют украинские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лица они хотят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против кораб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чер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 наши западные партнеры должны для этого осознать что потакане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им настроением киев ни к чему хорошему не приведет 確实这个万瓜牌的 这样一个建造 或者构造 那么给乌克兰的 现实的作战的 后勤保障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那么一个困难呢 就是现实的 这个炮弹的基础 包括呢 后勤补给的难度 它本身呢 基础本身 大口径的炮弹 本身就是不够的 所以想到呢 如果说 哪怕是统一的 别的口径 那么能够互相替代 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小 同时呢 也包括炮管 包括其他的零部件 这些都是易损件 如果没有后续的 持续的补给 它是不能堪用的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呢 这些多口径的 就是说多克制式的火炮呢 他们融入 乌克兰现实的 作战能力呢 本身存在极大的困难 因为呢 它本身呢 是需要有目标的指示 包括引导 包括打击 包括后续的效果的评估 那么这一套呢 如果说能够融入 现实的乌克兰的 作战体系呢 可能性相对比较小 而第三个 就是堪用性的问题 这里面呢 有不少的火炮呢 特别像捷克 还有其他这个波兰提供的 这些都是上世纪 70年代的产品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他们能不能使用 他们还有多大的能力 可以持续使用 这个呢 都是目前的 当下的乌克兰 在战场上面临的 突出的问题 再来看 西方的军援 是不断送往乌克兰 俄美指出啊 所谓的援助只是幌子 西方国家 是为了观察这些武器 在战场上的表现 以期研究更新换代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9号独家报道了 美国提供的尖端武器 在乌克兰前线使用的情况 报道称 美国目前已为乌克兰军队 提供了约90门M777榴弹炮 其中很多已经部署在前线 包括乌南部的这片地区 乌军本周就是用M77榴弹炮 向俄军开火 打击的目标 包括俄冰雹多管火箭炮 罗洛斯观点报指出 西方对乌军援 除了借乌克兰不断消耗俄罗斯外 还有一种目的 把乌克兰作为西方武器的试验场 以检验本国武器的性能 一些迹象显示 独次防空导弹 标枪反坦克导弹 和TBR无人机的战斗力 对战场上的乌军来说 并没有发挥出太大的作用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披露 美国向乌克兰运送的标枪反坦克导弹 有一部分根本没法用 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电池 给这些标枪反坦克导弹供电 根据俄媒的说法 在标枪独次战斗力严重受限的背景下 美军依旧向乌克兰提供 传统的标枪以及独次 主要是为了借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 以及使用经验加以研究 在分析出他们的优点和缺陷的基础上 将随后的结论 用在他们后继武器的更新换代上 这次美国向乌克兰提供 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MQEC灰鹰无人机等 也有可能是为了在战场上进行测试 事实上 此前美国利用战场检测新武器 以及新战术可谓尝试 据俄美统计 在曾经的伊拉克战争中 美国测试了一千多种不同的防御技术 而这次的俄乌冲突 无形中又为美国提供了机会 美军通过向乌克兰提供这些武器 并培训乌军炮手使用这些武器 然后美军将有机会 观察在俄军掌控制空权 以及拥有S400 S300等防空系统的背景下 这些武器究竟能够发挥出多大的作用 乌克兰1加1电视台9号说 乌军正被迫学习与乌克兰装备 完全不同的外国武器装备 几乎所有乌军炮手都出国进行了学习 在通过几个月的标准培训课程后 在几天内就来到了前线 除美国外 德国 英国似乎也在将乌克兰战场 作为测试本国武器的试验场 德国总理舒尔茨6月1号在联邦议院表示 德国已承诺在未来几周 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武器 包括IRIST防空系统 舒尔茨称该系统是德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俄媒指出 此次德国将自己军队 未正式大规模列装的防空系统 首先提供给乌克兰 除了支援乌军作战外 很有可能是利用乌克兰在战场上 进行免费的实际测试 英国卫报的报道称 英国准备跟随美国的脚步 向乌克兰提供少量的M270多管火箭炮系统 此前英国提供的星光防空导弹 也是英军自己并未进行大规模列装 反而首先提供给乌克兰 大量的西方国家在援助的同时 把自己正在开发的 而且是并不成熟的装备 正在运往乌克兰的战场 这里面不仅包括德国正在开发的 RIS这个防空系统 它本身是没有装备的 而且它想未来运到乌克兰战场 大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这样包括大家熟悉的 你像前段时间 我们都应该知道凤凰幽灵 这像凤凰幽灵本身就是美国空军 正在测试的一款产品 本身美国空军没有装备 但是为什么放到乌克兰战场呢 它就是想测试一下 就在这样一个战争当中 巡飞弹它自身的重要的价值 还在不在 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这是它测试的一个根本原因 所以我想这里面 也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 比如说标枪导弹 毒刺这种导弹 它本身要不要这么大的技术 而且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实际上这个都是 美军自己想搞清楚的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恰恰乌克兰成为了实验的地方 在目前的俄乌冲突中 俄军也是将乌克兰战场 作为试验本国武器的最佳场所 它先后在乌克兰战场上 部署并试验了 本国的匕首高超声速导弹 苏武器战机 大口径火炮 激光武器等 在因新冠疫情停办两年后 2022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 10号在新加坡开幕 中美防长的出席与互动 受到了高度关注 中美防长会晤 备受关注 香格里拉对话会 全称为亚洲安全峰会 由总部设在伦敦的 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 每年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今年为第十九届 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0年和2021年对话会 均被取消 今年中国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美国防长奥斯汀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韩国新任防长李中谢等 多国防务高官都将与会 亚太各国防长如何评估 地区态势吸引全球视线 第一个关注点是 中美两国防长的演讲内容 按照相会官方公布的日程 美国防长奥斯汀 11号将就美国印太战略的 下一步发表演讲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12号将就 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议题 做大会发言 全面介绍中方坚定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政策理念 和实际行动 第二个关注点是 中美防长举行面对面会晤 今年4月20号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曾应约 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电话 就涉台问题和管控风险 交换意见 6月10号下午 魏凤和与奥斯汀进行了双边会谈 这也是奥斯汀就任后 中美防长首次会面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将再次兜售所谓印太战略 上任一年多以来 拜登政府延续了 上一届政府的印太战略 同时在修复 传统同盟关系的基础上 对本地区的盟友及伙伴体系 进行了重新设计 强化了与印度 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四边机制 并与澳大利亚和英国建立了新的三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重点在攻击核潜艇和高超声速武器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今年5月下旬 拜登访问亚洲期间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表明特朗普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 在朝着更为具象化的方向演进 分析人士指出 印太经济框架四边机制等 都是为印太战略服务的 印太战略实质是拉帮结伙搞小圈子 目的就是围堵中国 让亚太国家充当美国霸权的马前卒 本质上是制造分裂 煽动对抗 破坏和平 这一图谋不得人心 日本派出了超豪华代表团参会 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到防卫大臣岸信夫 防卫副大臣锤道明洪 以及统合幕僚长山崎兴二等人 都悉数亮相 可见日方对此次 香格里拉对话会的重视 岸田文雄也成为继安倍晋三之后 时隔八年再次出席 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日本首相 当地时间十号晚间 岸田文雄将发表主旨演讲 日本共同社八号披露了 演讲的大致内容 包括在俄乌冲突 和中国加强海洋活动的背景下 岸田将呼吁二十余国之间 推进海上合作 共同社称岸田将强调 同样的事态也可能在东亚发生 表明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吕耀东表示 岸田文雄试图利用发表 主旨演讲的机会 在俄乌冲突上借题发挥 炒作海洋问题 插嘴台海事物等做法 使日本在制造事端 渲染中国威胁论 其所作所为 并非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而是为了提高自身防卫力量 费尽心机增加军费 继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中央邦等地区 连日来遭遇酷热天气 旱情严重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纳西克 一些村民不得不顶着水灌 在烈日下走几公里的路 去树林里的小水沟里取水 还有一些村民只能跋涉几公里的山路 到深井取一些已经见底的泥江水救济 今年3月以来 印度遭遇了百年未有的高温袭击 尤其是北部和西北区域 创下近122年来的同期最高温度纪录 此外韩国干旱天气也在持续 5月韩国平均降水量 创下历史同期最低值 目前韩国全国平均蓄水率为50% 部分地区蓄水量甚至降至10%以下 多地水库干涸见底 旱情让韩国农民愁眉不展 因农业用水不足 很多地方的插秧工作 推迟了10天以上才完成 韩国气象的预报 6月底才会迎来今年的首场梅雨 刚刚播种的地瓜 大蒜等农作物 因干旱生长缓慢 减产涨价已成定局 更多内容下面一起来看一组素栏 据NDTV电视台报道 印度喜马歇尔邦的马纳利市 近日开设了一家飞行餐厅 餐厅由起重基调起 悬挂在距离地面约49米的高空 一次可以容纳24位客人用餐 用餐时间为45分钟 每位客人的费用为3999卢比 约合人民币343元 独特的用餐体验 吸引了许多喜欢冒险的客人争相预定 近日印度尼西亚一名19岁的游客 哈萨纳尔·阿里芬 在动物园里逗弄星星时遭到攻击 当时阿里芬趁工作人员午休时 偷偷翻过围栏 近距离逗弄一只关在铁笼里的星星 谁知情景突然将它抓住并不断拖拽 最终阿里芬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得以脱身 接受训斥后被赶出了动物园 9号泰国公共卫生部发布公告 宣布将大麻和大麻制品 从国家第五类毒品清单中删除的法令 正式生效 这意味着种植 进口 出口 分销 消费 以及拥有大麻和大麻制品 在泰国正式合法化 但娱乐性大麻仍将被管制 旅行相关注册手续之后 民众可在家中种植六株盆栽大麻 餐厅可以提供含有大麻的菜肴和饮料 医疗机构也可以更自由地将大麻作为治疗手段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世界文明的旅游圣地 近两个月来 这座城市却面临着垃圾的困扰 由于产生的垃圾无法及时清理 多如小山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堆积在街道上 据悉 加德满都的垃圾原本被运往郊区填埋 但最近附近村民对此进行了抗议 他们封锁了道路 导致约200辆垃圾车被迫折返 尼泊尔城市发展部已经拨付专门款项 用于解决垃圾问题 据富士电视台报道 由于研究人员的失误 日本国宝及文物金铜铝上的裂纹进一步扩大 引发媒体关注 金铜铝出土自奈良县藤枝木股坟 2021年送进奈良县的一家考古研究所 修复其上的裂纹 谁知由于人为失误 裂纹不仅扩大 还产生了一条长约12厘米的新裂纹 日本文化庭表示 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 央视频以及今日亚洲的官方微博 点击查看 新亚洲闻天下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